到过英国首都伦敦的人,无不被大英博物馆所吸引,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,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。 在艺术珍品浩如丹心的大英博物馆里,当我走进中国馆,瞬间被熟悉而又亲切的名画吸引,一个横温横湿的展窗里,木克版画烧毁地气引人注目。 他处自中国中央美术学院,前院长古元教授之手。 古元教授于1947年创作这幅木克版画烧毁地气,作品描绘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,班生的农民们,冲进地主战院,将地主的土地房产契约翻搜出来。 一把火烧掉的情景,生疼的火焰,强螺打鼓,欢呼却变的人群,构成农民革命胜利的戏剧性画面,烧毁地气木克作品。 在刀法组织上,严谨,准确,生动,有力,是一幅独具艺术魅力的作品,也是古元教授最有代表性作品之一。 此画有28.5乘以19厘米,现藏大英博物馆,在大英博物馆殿堂集展厅,看着这幅作品,莫万分惊喜。 不禁想起了古元教授,这位一世一有的名家趣事,与他交往的一切重现眼前,我仿佛又站在他的面前聆听教诲,看到了他的微笑,看着他的名画,静慕之情由然而生。 采访片提议的时钟,到退回1993年底冬天,我第一次去北京采访,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古元教授,当时古元教授,住在北京三里,河南沙沟一栋普通的居民楼上。 古元教授给我的印象,是一个非常智朴,深厚,沉默,寡言的人,但是,一说到艺术他就会滔滔不绝。 采访中,他介绍了在1943年,延安时期,创作的木科版画作品《简租会》,该作品生动的刻画了简租会的场面。 在地主家里,阿仙桌上放着蒜盘,水壶烟,地上放着一个大斗,四个浓云激动的在说理斗争,一个手指账本,一个手指地主,愤怒的指责。 另外两个也在距离力争,地主身穿皮袍,留下胡子,正指天启示,好像在说什么天地良心之类的话。 他狡猾抗拒解足的姿态,被刻画得入目翻纷。 左脚上有两个老年龙民,看样子像是中龙或富裕中龙,他们不那么积极,也没有多到反感。 右边那个端着汗烟的老龙,好像胆子不大,心里有话但又不大敢说。 整个木科以良科为主,人物形象具有不同的性格特点,情节生动,引人入圣。 在这样小的篇幅里,刻画这么多富有代表性的人物,表明画家对生活的熟悉,和驾驭刀的能力。 古原教授的木科作品,只顾乌华而耐看,是解放区木科艺术的杰柱代表。